那倒没有 等你梦想成真的时候 他都俩孩子的妈了 也不合适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如果比如说你今天的 于文乐 三十岁的于文乐 你再找女朋友的话 你会更在意他的什么 性格上的 真的 我觉得 以前 就是年轻的时候 当然现在也年轻 觉得漂亮很重要 必须要找一个很漂亮 为什么那么冲冲外表 必须要找一个 出来大家会 兄弟看到会 浮浅 那种 浮浅 我女朋友 跟你介绍 常常会幻想这种情节 所有的男朋友这样吧 那种 但是现在 就觉得 再漂亮的女生 如果她跟你不搭 或是你们沟通不了 没感觉 还有呢 性格呢 性格很重要 我觉得 喜欢什么样的性格呢 喜欢一些很正面的女孩子 很活泼的 现在你不太喜欢 特爱叹气那种了吧 我不喜欢 对对对 以前有的男的 就喜欢女的爱生病 就来就 不会吧 就是现在 你肯定喜欢身体好的 当然了 好我们下面 把这互动时间给观众 要不然他们该升我气了 今天因为来了 大概七八十个粉丝代表 来 每位有问题要问 你有没有看到 今天她是很直接的 你也可以很直接的问 来 那个阿伦你好 我是专门从长春赶过来的粉丝 哇 你看阿伦给你爆机票 还是爆火车票啊 我就有一个问题想问你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很潮扰很帅 然后很范儿嘛 很范儿啊 对 然后这个外形带给你 很多工作机会 那你肯定特别受女生欢迎 对吧 有吗 还行吧 那你是不是就现在 就遇到自己比较心动的女生 就会 又绕回来了 对就是主动去追求吗 然后 我可能会追求完就结婚 我最近有点想 现在想结婚了是吗 阿伦你好 你好 我们都知道 在娱乐圈 您跟谢霆锋是好朋友 那现在呢 他都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 那个 那您今年也已经30岁了 您对找女朋友着急吗 你是催我是吧 还是呼啰我 没有女朋友 我觉得你们根本从内心 不太想要的找女朋友 没有 没有 希望她找一个好的归属 真的 真的哦 你觉得什么人能配得上她呢 我怕等一下 我找了一个女朋友 说那个不好看啊 怎么会这样子啊 她你不配啊 你知道吗 不是 大部分粉丝不这么说 怎么找她啊 现在还不如我呢 对对对 是吧